18岁和快30岁的区别 18岁 如果我上带子女巫蛋让我心动了吗 那我就当这一辈子 并确莫难 30岁 喂 王爷 你看你给我接受的对象呗 哎呦 喂 妈 上回 上回人家没相助我 啊 啊 有啊 那太好了 年龄不是问题 80岁行啊 好 给我妈咋十岁啊 哎呦 那她有没有保险啊 哎呦啊 那微信给我推过来呗 微信给我推过来呗 各位好 我们闲话少叙 书间上文 这个缘起 圆灭 一切 都是 最好的 安排 有人 替韩信 冥冤 有人 替韩信 叫不平 说这个 当年 楚汉之争 刘邦 和项羽 雙方 兵力 相加的 总和 还不如 韩信 收集下 人多 刘邦和项羽 加起来 总共有 三十万之重 而韩信呢 自己 就比他们两个还要多 双方 相持不下的时候 你争我夺 谁也吃不掉谁 楚汉 但战争搞了四年 还分不出上下 这个时候 双方 都是疲惫 不堪 韩信 其 齐国 三十万之重 以役 代劳之使 南向 却 帮助了 刘邦 打败了项羽 韩信 啊 的军队 吃饱 喝足 去对付 刘邦 和这个 项羽的 冰皮 降伐之师 那肯定是 取得了 最后的胜利 这个 当年 钻裤裆的小子 精神 饱满的 南向 最后摘下了桃子 由于这个时候啊 这个齐王 韩信 他的忠心 他的人意 他的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和这个 降为 怀音猴之后 的对比 可能是 我们后来的人 会觉得他很可惜 但大家不要忘记 人 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 外在的容貌 内在的心理 整个的身体 都会随着时间 和空间的变化 而改变 不要说是什么 这个 纵使万劫不复 相思入骨 我仍然什么 眉眼如初 岁月如骨 哎呀 我们在一起吧 这个 这个 什么这个 海枯石烂 对你的心 永远不变 像这样的甜言蜜语啊 在追女孩子的时候 之前 是可以用 当然 也有很大比例的 真实性 可是 两个人 在一起过日子 难免 不会自己的牙齿 咬到对方的舌头 自己的这个钢墙 会触碰到对方的柔弱之处 所以世界上 所有的完美 都是等待着被拆穿的骗局而已 韩信 也是这样 不要看他失败了 也不要看他做过一些好事 这个天底下 没有绝对的好人 或者说绝对的坏人 有谁是这个一件好事都不干 生下来那一天 就是为了干这个坏事而活着 又有谁 这个不做坏事 专门做好事 所以这个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 是容易的 做一辈子的好事 是不容易 任何的好到极处 坏到极处 都是不可能的 就算你走到了南极 走到了北极 又怎么样了 你站在南极点 北极点 随便挪动一下 那便不再是极点了 就算是南北两极的冰川 现在不也在融化了 所以 韩信之死 我们都应该是像刘邦一样 且喜且怜 喜悦的是什么呢 是天下安定 没有冰灾之祸 如果 联系的是什么 安得 蒙世西 守四方 像韩信这样略不适出的人 真的是人才 难得 难得 也是 真的可惜 但都说这个春秋 无意战 那秦末的农民战争 就都是仁义之战了 不过是如银 如臭 取之若物而已 经过这个陈胜和吴广 第一个时期 向梁 张寒的第二个时期 刘邦 项羽的第三个时期 割据混战 可以说整个国家是破败 不堪 人心 私安 所以这个时候 韩信之死 也是恰逢其识 一个战神的价值 就在于战场 韩信如果一直不得知 一生凄惨的度过 可能是他的事业上不信 但好歹也能混点吃喝 让这个换杀的老妈妈 允点饭给他 好歹能活命 可问题就在于 夏侯英 发现了他 萧和又举荐了他 这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刘邦 重用了他 所以我们的大将军 齐王 楚王 淮英侯殿下 还能甘心情愿的 过平淡的生活吗 他觉得他自己行 他觉得他自己能成 他最后也就死了 不光是他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 在不同的时期 是不是也觉得 自己能行 自己能成 所以说 有的时候 我们也 死掉了 好感谢各位的捧场 我们今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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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